1月5号,位于武汉市某知名火锅店内发生了十分不雅的一幕 时刻正在大快躲移时,墙上的电视突然播放起了淫秽视频 该事件在网上引发热议,造成了不良影响 武汉警方通过缜密侦查,在网警的配合下抓获了嫌疑人 目前该男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武汉市江汉区公安分局在发现有网友举报称 某知名火锅店内有人播放淫秽视频事件后高度重视 立即成立破案专班,经连日摸牌侦查固定证据 1月9号将涉案嫌疑人梁某某抓获 我局在网上发现此事件后,高度重视 快速成立专班,联合调查 于近日查明嫌疑人梁某是推销口红机的业务员 据梁某供述,其在当时是利用手机WiFi进行远程连接 将淫秽视频投频到火锅店的电视频上,造成恶劣影响 经我局侦查核实,固定证据 梁某所做的供诉属实,现已被我局依法刑事拘留 面对审查,梁某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 今年28岁的梁某某系武汉市人 在一家经营口红贩卖机的公司担任推销员 5号下午14时40分,他来到新加利广场的KTV内 向老板推销他们公司的口红贩卖机 在离开时,他突发奇想,用自己手机内一个名叫WiFi管家的APP连上了KTV里的WiFi 之后打开网盘播放淫秽视频 并点击投屏按钮将其同步到KTV电视屏幕上播放 在离开新加利广场后,他又来到了大洋百货的某知名火锅店 用同样的方法播放了淫秽视频 据他本人交代,这么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恶作剧 目前,梁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,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接着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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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着